大家好,那很高兴就可以来台南 我是从台北来的 但是因为我之前就在对面的陈大念书 所以对这边很喜欢 所以以后有机会也会常常来台南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的主题就是保单强制执行 那我主要是以实务案例解析为主 那大家都知道在111年的12月9号 就是大法庭有一个最新的裁定 那在这个裁定之前呢 其实对于保单价值准备金 也就是俗称的保价金哦 它到底能不能强制执行 其实在法院判决啊 比如说地院或是高院 每个判决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它们也各有它的理由 所以呢今天这个讲座主要就是在介绍这个 然后我们就往下 然后这就是我个人的简历啦 就是我 其实我以前大学念的是商管 然后跟资工 后来硕士才念法律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 我自己本身也是蛮喜欢的 然后再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呃 台湾的保险的状况 台湾保险是真的相当相当的盛行 相信大家应该都身上都不只有一张保单 那还有比较多的就是受险嘛 伤害险 然后还有储蓄险 然后从这个调查新闻可以看到 2021年也就是近期 这是我找到最近的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人寿保险 年金保险投保率是64.81%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都会有2.6张的保单 那对于保单 其实做的事情很多嘛 像可以储蓄 然后投资 甚至很多家族规划 会用保单来做他家族的传承 所以这个 其实如果我们国家的盛行率那么高 就是因为他其实用处很多 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人是 呃 等一下我讲到保单直接的问题 是可以拿来借钱 然后可以拿来做投资 因为他比较方便的是他 用保单借款 其实他是比较快速 那相对 他利率说明可能不会那么高 但他的审查门槛也比较低 因为你只知道是保单的要保人 你都是可以借款的 然后再来啊 这个是一个今年2月的新闻 就是有一个老先生 然后他的资产有8亿 但是他欠了很多税 他的欠税总共有1000多万 所以他就被强制执行 那他其中一个很大部分的财产 就是因为老人家可能就很喜欢买保险 所以他有那个受险的解约金 就有377万多 然后因为这个案件就是 是你看他2月3号 所以他其实是在112年的时候 那已经通过了111年2月的大法庭裁定了 所以实务上就已经确定说 因为我先讲结论 结论就是是可以强制执行 所以他就被强制执行 然后他有上诉什么 但是就是被驳回 所以才会引发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强制执行 就是第一个是他可被代位 因为保单价值准备金 是要保单终止契约 才能够拿回那个准备金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代权人到底可不可以代位 去终止这个契约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那个保驾金 到底是不是可以执行的标的 因为强制执行法 其实对可以执行的标的 有一定的规范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 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 那要讨论今天的问题之前 我先做一下保险法的基本概念的介绍 在保险契约里面呢 有几个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就是保险人 保险人通常会是保险公司 那再来呢 就是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角色 就是要保人 那要保人在我们今天的讲座里面 他就会是债务人 然后呢 其实保单契约 它是存在保险人跟要保人之间 也就是要保人 他会给付保险金给保险人 但是要保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 缔约相对的人 其实两个人嘛 就是要保人跟保险人 然后被保险人 就纯粹只是个被保险的人 其实讲的比较不好听 类似客体 客体的概念 他是个被保险人 然后再来可能会有个受益人 受益人呢就是要保人 他会指定一个人 就是说如果被保险人 这个发生事故身亡的话 那理赔金就是给这个受益人 这个是在人受保险里面的状况 那如果是在财产保险的话 一样是要保人 对保险人给付保险金 那差的只是这个受益人 在财产保险的案例当中 就是法院啊跟学说 都有在争议说财产保险 到底可不可以有受益人的存在 那原因是因为 有些法院他们认为说 因为我是为一个财产保险嘛 所以被保险人这边 可能有一栋房子 或是一个什么不动产之类的 就是类似火灾险啊 就是产险的一种 那通常这个利益就是所有人嘛 就是被保险人 那再多出一个受益人就很奇怪 因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 应该是同一个人 财产保险会这样认为 那法院的认为有受益人的想法是说 因为受益人的章节 规范在保险法的总则里面 所以理论上不管是人寿保险 还是财产保险 都应该会有受益人 你可以自行的约定受益人 这也是契约自由的一种展现 那当然另一派见解就是像刚刚说的 因为受益人他其实没有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应该是存在被保险人 也就是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人身上 或是至少是利害关系人 或是抵押权人啊等等 好 然后再来就像我刚刚讲到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保险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因为保险有很多种嘛 有人身保险有拆散保险有储蓄险 各种保险 那怎么样的保险可以强制执行呢 其实只要是一般向保险公司偷保的保险 也就是我们说的商业保险 他都会有金钱性质的各项权利 例如说理赔金啊什么的 那这些都会算是债务人的财产 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强制执行的话 债权人其实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扣押 债务人的保险金的 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例外上面啊 例外强制执行法有规定 有几个不能强制执行的保险 第一个就是公务人员的保险级附金 这是不行的 再来就是军人的部分 还有农民的健康保险 那强制强气险也不行 因为强气险大家可以很容易的想到 强气险其实就是在保障 那个车祸的人的受伤跟死亡的保险 那法律会认为说 如果这个赔偿他受伤跟死亡的部分 你都拿去强制执行的话 可能有点缺乏人道 而且强制险的故事 就是大家有听过柯妈妈吗 就是他的儿子就是 然后求偿无门嘛 还被连接车司机这样嘲笑 他就立了强制险 所以强制险他其实的目的 本来就是要保障受伤的那个车祸的受伤的人 或是他的家属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不适合强制保险 然后再来是劳工保险给付的殡障费 这个很明显也是嘛 因为你至少要让人家有钱 可以办理丧事 所以这个殡障费的部分 也是要留下来的 那再来就是就业保险 跟国民年金 因为这些都是符合人类最低的生存标准 所谓的给付 所以这些也是不能强制执行的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规定 像是你的 给付如果是没有办法 应该说低于你的最低生活标准费的话 那那个部分也是不能强制执行 所以能不能强制执行 他的判断标准就是 基于人道考量的给付 通常是不能强制执行的 所以这个也会衍生到后面保驾金 他到底是不是有道德风险 或是基于道德考量而来的那笔钱 就会影响到他可不可能可以强制执行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是保险金到底是谁的 我现在讲了保险金是指说发生事故的理赔金 还有保单价值准备金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刚刚有讲过说 差强制执行的标的是一般商业保险的保险金 所以在财产保险的时候 危险发生时的保险金 他会给受益人 就是如果我们是像最高法院的见解一样 是主张说财产保险可以有受益人的话 那他的保险金 当然就是给受益人或被保险人 如果没有受益人的话 那再来就是今天的重点 人身保险 人身保险的话 他保险金就是事故发生时 他会给付的那笔金额嘛 那那笔金额 当然就会是要保人指定的受益人 那如果没有受益人的话 可能会是被保险人 那甚至是有些会约定受益人 可能就是继承人 那当然就是一约定 就是有他们所有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这一次裁定要讲的保单价值准备金 那保单价值准备金呢 现在根据裁定 大法官的裁定 是认为是要保人所有的 那这个等一下也会 一一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他会这样觉得 以及历来的争议 那我们现在要先讲的是什么 是保单价值准备金 那保单价值准备金呢 其实它的由来是 其实我们保险 原本应该是采自然保费 自然保费呢 就是保险公司 他们会有个精算部门 他会精算说 这个人从 比如说从五岁开始 一直到80岁70岁 那你每一个阶段 你遇到的危险可能不一样 那幼童的时期 婴儿时期 你可能比较容易死亡 那等你长大壮年 满18或满20 你的危险可能就会下降 因为你足够 你已经足够大 可以保护你自己 那再来 到你一直到 五六十七十 你可能 危险也会上升 因为你可能就是老了 然后你的保护能力不好了 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好了 所以就会有这个自然保费 那 其实自然保费 这个就会是自然保费出现的图 就是通常30岁以前是低的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壮年 身体很健康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意外 除非是有些人工作 什么工地 什么特别 那这样保费可能就会增加 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 那通常到40岁之后 保费就会开始直线上升 因为就是 你发生意外 死亡的几率可能就变高了 那这个就是自然保费 那接下来呢 平准保费 平准保费呢 就是因为 因为如果按照自然保费 去合出来的保险费 等于说你可能每年 要缴的都不一样 那每5年可能要缴的也不一样 那通常那个投保人 要保人啊 他会很难去计算说 我这个月 今年到底要缴多少钱 所以变成说 保险公司要每年都出一张单子 说我今年怎么算出来 多少钱 那这样就会很麻烦 所以保险公司呢 他们就制定一套 比较方便大家作业 也比较方便要保人 去缴保险费的方式 就是用平准保费 那平准保费呢 他就是用自然保费 平均后来出现的数字 像刚刚这个图 右边就会是平准保费 因为30岁以前 你其实危险是低的嘛 那我们缴的是这条线 那这边就会是多出来 我一缴的部分 因为我其实受到的危险 就是几率没有那么高 那我就缴到足 缴到脚 这就是多出来的钱 那我老了之后 我这边生命受到威胁的 几率就变高了嘛 但我还是缴 这样子平的钱 那这边就会可以用 我之前年轻的时候 多缴的钱去补足它 那现在衍生出来的争议 就会是说 那我如果在这边 我可能在35岁的时候 我解约的话 那我这一块就是多出来的钱 但我还是没有 还来不及去补我之后 的这个保费 那我将就是我多缴出来的保费 那保险公司要还给谁 所以那个 刚刚那个 这一个部分啊 我在35岁解约 这边多出来的钱 就会是保价金 就是保单价值准备金 就会是我解除 要保人解除契约的时候 保险公司要还我的钱 然后这边就是我作为一个重点 就是保 保单价值准备金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刚讲 它一开始缴的保费 会高于自然保费 那就有预缴的性质 所以它就是预收的部分 然后法律是规定说保险人 要把它提存起来 变成一个保单价值准备金 也就是说保险人 其实是不能拿这笔钱去乱花 以导致说你最后 中止契约的时候 这笔钱是没有的 它就是固定保障说 你一定会有这笔钱 那保单价值准备金 在保险法上面的规范是说 你也不是说我一保保险 然后我可能两三个月 或是怎样一年不到一年解约 然后我就可以拿回这个钱 因为其实看 看这个啊 它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 它才会累积到这个多出来的钱 所以保险法规定是 你要买一年之后解约 才会有这个保价金 那至于这个保价金的金额 就是保险公司所算出来的 会根据你的保费 算出来的金额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笔钱到底是谁的 实质上呢 我是这个采定是认为说 是属药保人所有的钱 但是这个在这个111年12月9号前 是有争议的 有些人认为是药保人所有的 那有些人会认为是保险公司的 因为刚刚有讲到法规规定说 要把保险公司要把这笔钱 特别提出来嘛 做一个特别的保存 所以会觉得说 那这笔钱竟然 药保人我还没有解约 我放在保险公司 那理所当然应该是保险公司的钱 那认为是药保人的说法 就是说第一个 因为刚刚就有说到 他是药保人缴的保险费嘛 他是多出来的 等于我多缴先借放在你这边的 所以这还是我的钱 那第二个 在保险法第119条里面 他有规定说 药保人终止契约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缴满一年的话 就是保险人你要无条件的 就是还他保单价值准备金 他还有规定说就是 一定要至少有四分之三 就是你不管怎么算 你都要拿四分之三出来 然后再来在 检疫人寿保险法里面也有规定 检疫人寿保险法就是那个 邮局的保险 特别的规定 那邮局的保险 他就很明确的有讲说 像有这些条款 是有发生的时候 这些条款就是 其中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被保险人自杀 或是被保险人就是犯罪 然后被抓处死 或是因为逃遇什么 反正就是被处死刑之后 因为他死了嘛 然后契约就终止 那检疫人寿保险法就有规定说 在这个时候 如果药保人的保险费 已经付了一年以上的话 就他还是要返还他的保单价值准备金的 所以从这些规定啊 保险法或是检疫人寿保险法的规定 都可以看出来 只要是药保人解除这个契约 终止这个契约 那保险公司都要返还保单价值准备金 所以从这样看来 实物见解跟学说见解 就会认为说 那保单价值准备金就应该是药保人的嘛 既然法律都规定说 我解除契约你就要还我 那可能 那就是代表说 那个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只是暂时放在你那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 在代法庭见解之前 就最高法院将认为 他就说 因为人寿保险的保单价值准备金 他在危险发生之前 就是 他是垫脚的保费嘛 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凭准保费 他是把后面的 把前面的拿去补后面的 所以他认为呢 依据保险法的规定 这个金额上 这个金额本来就是 属于 那个 要保人的 他虽然看起来是保险人 他只是借放在那里 他实际上就是我先预缴的保费 所以还是要保人的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保单价值准备金的基本概念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块的问题 第二块问题呢 就是强制执行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议题 除了包含保单价值准备金之外 还有就是他能不能强制执行 所以第二部分我们就要看强制执行法 那强制执行法它里面强制执行有 强制的执行权跟执行的请求权 那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强制的执行权呢是 申请人他 就是也就是我们的债权人 他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 那执行的法院会对 债务人强制执行的权限 也就是法院可以进行强制执行的动作 就是强制执行权 那强制执行的请求权就是 债权人可以向法院请求 就是强制执行请求权 它其实是公法上的请求权 也就是说呢 在强制执行的时候 会先有强制执行的请求权 由债权人去跟国家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就是申请OK之后 才会有这个强制执行权 就是执行法院可以有权力 去对这个债务人执行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强制执行法里面有规定有 下面这些执行方法 有查封 排卖 便价扣押 这些大家都可以想像 查封就是贴上封条嘛 那排卖就是 那个叫号嘛 法院都会有那个排卖 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 就是有兴趣可以去 因为我之前在 台南地院有 排卖就是蛮多东西 大家都觉得不错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有时候会类似办那种圆游会 或什么会在户外 然后就很多 有很多 我记得我朋友还买过什么 一堆纸杯 就是好像10块 然后超多条 就是很多纸杯 然后还有什么脚踏车 什么就是一堆 我觉得都还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扣押嘛 就是扣住 那跟我们这个保单 比较相关的就是有 收取遗转 还有支付转集 收取就是说呢 法院会给债权人 跟债务 跟第三人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强征执行 如果是对第三人的话 也就是说 呃 债务人是要保人 然后 要保人可以跟保险公司请求 的状况 那保险公司就是第三人嘛 对吧 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收取就是指 法院有下一个命令说 我们 债权人可以直接跟第三人 也就是保险公司 去拿这笔钱 我就直接拿了这样 那 移转呢 就是把他的债权移转给我 就是法院下一个命令说 本来是要保人 就是我们的债务人 可以跟保险公司请求 这个保驾金嘛 这样的债权关系 那法院把他移转给我 就是说 变成说 债权人可以跟保险公司去请求 这样的债权关系 就变成 契约是变成在 债权人跟保险公司之间 就一个主体的转换 那收取就直接拿 就是这两个的不同 那支付转集呢 就是指说 透过第三人 就是法院 法院下命令呢 命保险公司 把这个保驾金 提存到法院里面来 到法院里面来之后 法院再发给债权人 那通常 在我们实务执行上面啊 执行法院大多会下 第一个跟第三个 就是收取跟支付转集 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收取就很方便嘛 就是直接命 命你去直接跟他拿 就不会有那么复杂的 债权债务关系 所以债权移转过来 然后可能 就是你我之间 那个债权还有什么 特别的约定 就是很麻烦 那 这个收取的执行命令 是比较适合对 债权人只有一个的时候 因为只有一个债权人 你就很容易说 你就直接去找他拿 那相对的 如果你债权人很多 你可能就要分配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 保单价的准备金可能不够 你的标的可能不够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分配 说你拿百分之几 你拿百分之几 这样去收取 就会产生很多争议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多拿 到时候要返还什么的 然后又有异议 就很麻烦 所以在有很多个 债权人的时候呢 法院通常会喜欢 通常啊 几乎都用支付转集 就是有保险公司 先把保价金拿到法院来 那法院会做分配表 就是每一个债权人 他可以拿到是多少 那做完分配表之后 再请债权人表示意见 那没有问题之后呢 法院才会把这些金额 撥下就是强制执行下去 这样是对于债权人 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比较清楚民调 比较不会有正义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要介绍在这个大法 大法院裁定 大法庭裁定之前 我们现在 就是各地方的地方法院啊 高等法院啊 的一些实务见解 那 勇护 就是赞成保价金 可以强制执行的见解 他们主张有这些喔 第一个就是他认为 这是一个确定的权利 因为强制执行法里面有规定说 你的标的要是可以确定的 如果你是一个不确定的标的 你可能根本无法强制执行 所以第一点要符合 他是可以确定的 那在高等法院109年的这个判决 他里面就有说 强制执行的标的 你只要开始执行的时候 你是债务人有的 就可以了 像是例如说你可以 将来可以取得 例如说你的薪资债权 像大家应该可能常听过那个薪资 那个扣的那个命令吧 扣押命令就是会扣三分之一嘛 就把它先拿走 那这个很多也都是未来 比如说你被扣就是每个月的三分之一 你都是被扣走 那就是你预计说你 因为你只要有工作 不管什么工作 你换工作也好 但你只要是有工作的话 你都是固定可以期待说 你有每个月都有薪水 那这就是可以确定的权利 所以他就认为说 这一说他就会认为说 法院认为说 因为你的保价经理是确实在那边的嘛 你随时只要终止这个契约 你就可以拿回来 所以他是可以确定的权利 所以会认为说 他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然后这个 刚刚讲的是109年的 那110年的 他也是这样认为 因为他是认为说 一样就是你只要终止契约 要保人就可以拿回你的保单价值准备金 而且他还说 因为你要保人 你可以任意决定你的10点 就你什么时候你要终止都可以 是你来决定的 所以他当然是属于要保人的 确定权利 然后他又说了 因为其实保单价值准备金 你还可以拿来执借嘛 所以代表你一定是一个债权在那边 你不管是把钱拿回来 或是你终止契约把钱拿回来 或是你用这个保险去借钱 你都是有一定的价值存在的 所以这两个高院的判决 都是认为说 肯定说他是有 肯定保单价值金 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那原因就是 他是可以确定的权利 他有可执行性 然后再来这个110年的判决里面 他也是才肯定的 那他的理由是因为说 他认为 保单价值准备金 他是 就是一定 也是一定可以拿到 因为有些人会争议说 有人就会说 那是不是 我要终止才能拿到 因为法律上有一个 负条件的 负条件的状况 那负条件状况 最常听到 这个比较像是停止条件 就是我终止之后 我才拿到这个权利 我要终止契约我才有权利 也就是我没有终止之前 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但 但这个判110年的判决啊 他就认为说 这其实就是 不是 负条件的契约 因为如果是 负条件的债权关系的话 他会是 我原本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 就是我要触发 就是他这个条件 我只要触发 才会发生 但这个保价金不是 他就原本就在那里嘛 就是他不会是你不可预期的 负条件的权利 比较像是 呃 两个人约定说 如果今天下雨 我就请你喝饮料 所以要等到这个条件 下雨 发生之后 别人才 那对方才会有请求权 说会下雨 我要跟你请求这杯饮料 这个请求权才会发生 这才是负条件的债权 那以保价金的情形是 就是你那个东西本来就在那边 你不会说是因为 你不去触发这个条件 你不宗旨 他就不发生 你就没有权利 所以他这个110年度的判决是说 他不是负条件的债权 所以他可以 那再来肯定说还有一个 还有那个台北地院的109年的判决 他是认为说 因为他不是一生转属性 有些人会认为说 保价金它是不是属于药保人所有 因为跟保险契约一样 如果保险契约是保障我这个人的话 我其实是不太能够去 就是转让或是继承 那他们就会说 那因为保价金是不是也是 那其实呢 台北地院这个判决 他就有说就是 其实保价金他只是中止保险契约 然后拿回你的解约金 就你多缴的钱嘛 那他并没有发生身份关系的变动 然后契约的当事人也没有异动 一样是我 我只是解约 然后拿回这个钱而已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一生专属性的 他这边也讲一些例子 像是保险法有规定 说如果破产的话 破产管理人 破产管理人是可以去帮他们 帮那个破产人解除保险契约 然后把那个钱拿回来 清偿他的债务的 那同样的这个消债的条例里面 也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管理人他可以中止或解除契约 然后拿这个钱去清偿他的债务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 就是以这样的破产法跟消债条例的规定 然后说就是保驾金是一生专属性的好像也不太合理 因为一生专属性的东西就跟婚姻关系啊或是身份关系一样 他是无法有其他人来代替你结束的 所以这样子也是卡卡的 所以法院就认为这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这个109年的判决啊 他就说了他肯定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我帮你中止契约 然后把那个钱拿回来 这是一个可以的变价方法 因为强制执行法规定说要可执行嘛 然后强制执行法也会去衡量说我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合 那在这个判决里面呢 他就说他执行法院啊 他是在债务人的地位中止契约 然后并把他换奖 所以是适当的 其实呢从这个判决就可以知道说 执行法院他就是刑事上审查嘛 他就觉得说 就是你可以立于债务人的地位中止 然后直接把他换奖 就是一中止 我就可以请求这个保驾金 所以是OK的 那因为其实这边有 你刚刚前面有讲嘛 就是有些规定是不得强制执行的 所以这边其实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他这边讲的就是一般的商业保 那商业保险是本来就可以做为执行标的嘛 就不会有道德问题 像那个国民年金啊 或殡葬费等问题